小青蛇 从前,东村有个很会玩蛇的人 他养了两条蛇 大的叫做大青 小的呢,就叫做鱼青 鱼青的头上,有粒圆圆大大的红点 很鲜艳抢眼 这两条蛇都非常听话 主人一吹笛,就会跟着笛音 摆来摆去,很灵活地表现出很多动作 吸引很多人来看 这个玩蛇的艺人 就是靠这两条蛇来养活他自己 后来大青老死了 艺人就想再找过一条蛇 怎知总是找不到 也晚,艺人在山上的药里过夜 天光他打开竹笼一看 发现异青不见了 艺人就很难过了 以前每次经过有树和草地的地方 艺人就会开笼放射 有他们自由自在地去玩一阵 玩完之后 他们又会自己爬入类 艺人希望这次他能够自己回来 所以就留在庙里 所以就留在庙里死等 怎知等也都不见 就只好背着行李出门走人 他刚刚走了几步 就听见草嵩到啥啥声响 一看 咯? 艺人回来了 艺人高兴了 他双手捧起艺青 又开又蛇 怎知 咯? 原来地下还有条蛇仔 嗯 原来艺青不是贪玩偷走 是故意去找拍档 这时艺人够开心了 他马上拿一些好吃的东西喂他们 吃完 两个好朋友就入籠睡觉了 新来的蛇仔 名叫小青 又学起耍把气 玩花样了 小青非常灵活 学起东西上来 又快又听话 主人很喜欢他 时间过得很快 没多久 艺青已经长到有三四尺长 很难装入籠了 他又长又重 玩起上来都不太方便 那天艺人就把蛇带去山坳 喂饱他之后就说了 艺青 艺青 你跟了我这么久了 我好疼你 但是 现在你大了 还是 翻翻深山 大了好 艺青 听见主人这么说 就对主人 点了几下头 又和小青 艺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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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輩子追著的時候 藝人無意捉回頭一看 看見蛇頭上面 有顆大圓點 他就大喊了 二青 二青 大青蛇 這刻就纏著藝人 他越纏越緊 他是好像以前那樣 向主人表示親熱 藝人快點大喊 喂喂喂 二青 你快點放開我 你 你大了 我哪裏還夠你力啊 二青一聽 立刻就鬆開了藝人 但是他還是捱著藝人的腳 藝人明白了 他打開了個籠 就說 小青 你都大了 現在二青來接你了 你就跟二青一起走啦 兩條蛇一見面 就纏著一堆很久很久 嗯 這兩個好朋友 這麼久才見面 一定是高興的啦 兩條蛇 兩條蛇 後來向藝人 點了幾下頭 就走了啦 我給你也 Couldn't 你也想怎麼找你 你也想從哪兒